哈喽观众朋友们 我们在这个把MarioDB给它卸载掉 然后安装好了MySQL数据库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来配置去安装WordPress了 好吧 那这个WordPress准备之前呢 LAMP环境和MySQL服务 你要提前给它准备好 然后下一步呢 我们就是来安装这个WordPress 那这个WordPress 其实在之前啊 装这个LAMP环境的时候 也给大家讲过这个开源博客的一个搭建 那好 我们现在要做的第一件事 你看我在这WGET去Downloads WordPress -ORG这个网站当中去下载了一个Plugins 就是代表插件了 这里呢 就代表我要下载啊 下载MainCache的支持WordPress的插件 是这么一个工具 好 那我们在这儿把这个插件给它装一下 好 这里下载的非常之怪 下完了之后呢 我们可以 它是.zip结尾的啊 那我们就使用Unzip Unzip这条命令去解压缩 那如果没有UseUnzip 你可以YamInstall 去装一下这个Unzip工具 看一下 好 你看我这台机器提示是Unzip已经安装了 其实是最新版本的 那咱们Unzip MainCacheD.zip走 好 解压缩完了之后呢 你会发现啊 这里生成了一个MainCache的目录 是吧 那你进入到这个MainCache的目录来 你会发现呢 有一个Object-Cache.php和一个ReadMe.txt 这个ReadMe呢 就是一个帮助文档啊 你可以自己简单看一下了解一下 然后下一步的操作呢 我们就把 进入到opt-ngics目录来 里面HTML 然后这里呢 这里是什么资料啊 是咱们那个 叫什么呀 MainAdmin 这个工具的代码 是吧 那我们可以这么玩 在这个目录下呢 去创建一个blog文件夹 咱们进入到blog目录来 pwd 好的 那我们在这儿呢 建立了这么一个blog目录 然后怎么去使用我们的wordpress呢 首先啊 是把wordpress的代码给它获取到 对吧 然后老师在这儿呢 是把wordpress的代码 已经提前放在了opt目录下 大家自己呢 可以去之前的笔记当中啊 把wordpress代码给它找到 然后呢 我们是把这个代码移动到当前的my 移动到当前这个blog目录下 然后onzip给它解压缩 好了 解压缩完了之后呢 里面的代码都在wordpress这个目录下 然后我们给它所有的内容移动到当前目录来 然后你看到的这个页面 你访问这个index.php啊 是不是就能够叫做看到wordpress的页面了 是吧 但是啊 同学们 你看这里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你看一下 就是我们访问28.182 走 你什么都不加的话 它默认走的是这个页面 对吧 为什么呢 你看一下我们的ngx的配置 然后conf ngx.conf 看 哦 我们这里是引入了一个php.conf是吧 那我们就打开conf目录下 con extra 哎 叫什么来着 哦对 是extra目录下 php.conf 打开它 然后我们这里啊 写的是location斜杠 如果你什么都不加 它默认去html目录下 去寻找一个叫做index.html的页面 你看因此它就只看到它 是吧 那我们可以这么玩啊 第一个操作 index.php 可不可以啊 把这个html文件啊 给它删掉或者放在后面 来咱们保存退出 optngxsbin-t 语法没问题 来reload 此时你来刷 在这啊 你刷新一下这个页面 你会发现什么呀 当我们什么都不加的时候呀 默认是不是会去访问index.php这个文件呢 那为什么看到了main admin这个叫做这个页面呢 是因为同学们咱们cd.pwd 这是不是ngx的网页个目录啊 然后你ls你会发现这里有一个index.php啊 它呢是我们main admin的代码 因此我们看到它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明白吧 这个网页怎么显示取决于你的ngx如何配置 那我现在进入blog目录下 我们的wordpress代码是不是在blog目录下啊 那我怎么能够去访问到wordpress的内容呢 来同学们我们在这儿啊 又多了一个新的需求 你看好 我在访问28182这台机器啊 什么后缀都不加的时候 它默认走index.php 因此呢啊 你看我们当前的目录 来我cd.点 是不是就把这个main admin的资料给我返回了 没问题 那我现在呢啊 这里有一个blog目录 我的wordpress在这儿呢 咱们让它去访问 在一台机器上又能访问main admin 又能访问wordpress呢 答案啊 就是我们的这个多虚拟主机是不是啊 同学们 我们把它的目录复制一下啊 在咱们cd.optngx的配置文件目录下 在这里呢 我们再来一个叫做blog.conf 哎 那我们这么着啊 cp把php拷贝一份叫blog.conf ok 然后打开blog.conf 我们现在把端口啊 给它换一下吧 因为我们没有用域名嘛 用端口做个区分 当我访问81端口的时候啊 我就让它去html blog目录下 去寻找你的wordpress的代码 没毛病嘛 然后呢 当这个发现是以php结尾的时候呢 我就让它去哪儿 寻找代码呢 让它也是去html blog目录下 去寻找到你的wordpress的代码 并且把php的请求啊 转给本地的9000端口的php fpm去解析 这个应该都能看得明白吧 好的那咱们保存退出 写完了这个blog.conf 还不够 你还要编辑一下 这个NGX的配置文件啊 你看一下我要改什么东西 是不是在这儿 英可录的来YYP 把咱们新加的blog 给它加进来啊 这一切啊 行云流水的 你应该很清晰哈 来咱们再改完了这些配置啊 把NGX给它检测一下 没毛病 然后reload一下 好的 那我们看一下啊 现在打开这个页面是manadmin 来我们再开一个页面 访问81端口是不是啊 来同学们 我们看到访问81端口呢 他现在就是看到了这个叫做wordpress的页面了 然后他给你做了如下的提示啊 你可以自己给他翻译一下等等 然后呢 他说什么呀 嗯 我们将使用什么什么wp config file 好 那咱们先不管它 Let's go 继续 数据库的名字叫wordpress 密码啊 他不让咱们过是吧 那我们在这儿用myseql admin -uroot-p 呃 就不用-p了 -uroot 指定root账号 然后用password指令给他设置个密码 比如叫做超哥发发发 三个发就够了 走 他说 myseql admin 说是你在命令行当中使用它可能不安全 然后 给了如下的提示 那咱们myseql uroot-p 直接回车 你看此时就过不去了 对吧 输入密码超哥发发发 就进来了 好的 那我们在这里呢 输入它的密码啊 新的密码 超哥发发发 然后localhost 这是它的地址 来submit 哦 这里你看 他为什么还说 我们无法连接你的数据库啊 是因为我们的数据库当中啊 来我们再次try again 说database name 是wordpress 我们这个数据库里面啊 有这个 呃 wordpress数据库吗 没有吧 你看 show data bases 是不是默认的 没有啊 同学们啊 因此我们要创建一下啊 好 那我们在这呢 就来新建一个数据库哈 叫create data base 呃 base 不要加s啊 因为我们是创建单独的一个数据库 然后叫做wordpress 分号 好 过了之后呢 我们再给它新建一个用户 叫grantall 啊 就是给这个用户做一个授权 按什么呢 wordpress这个数据库里面 所有的数据表 to哪个用户呢 呃 然后at localhost identified by 然后给它设置个密码啊 叫车哥发发发 呃 名字 name是wordpress 然后用户的名字也叫做wordpress 密码呢 是超哥发发发 呃 没有任何问题 然后 呃 连接localhost 来 submit 此时呀 你看同学们 咱们是不是就过了呀 数据库就连接通过了 但是呢 他说啊 sorry 呃 我无法创建这个文件 你可以创建这个文件 好的 那我们把这里面的代码复制一下啊 然后呢 exy的退出数据库 在哪呢 在这个ngix的目录下 在这个叫做wordpress的代码目录下啊 来创建一个叫做呃 这个名字wp-config.php 是叫这名的吧 没问题啊 跟着提示座 一步一步的不会出问题啊 来 回车 把它给咱们的代码贴进来 来保存退出 此时 他说在你完成了这个文件创建之后 请点击run the installation 来走 看一下 是不是让我们即将要安装这个博客了呀 来 这个名字就叫做啊 超哥 site吧 超哥个人站点 用户名字啊 那我们就起一个叫做root吧 密码 起个简单一点 超哥 发发发 your email 来 就是 来 填一个他 好了 然后install 安装这个博客 说success 然后root 你的密码 来 login 走 root 超哥 发发发 remember me 来 login 好的 同学们 那我们这个wordpress站点啊 是给它基本的搭建起来了 那我们呢 下一步的操作就是要把它和maincage的做一个结合啊 或者是 然后这一段文章